請各位開啟要把那個題目 那題目設計項目總共會有1到6 所以我們就分別把1到6完成 把它存檔這一題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能要了解我們第一個動作 他說要利用什麼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所以第一個他就是要你會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你找得到的話 那基本上就OK了 那我們剛剛第一個已經有把那個我們要的相關的範例 把它解壓縮到哪裡 解壓縮到10就是解壓縮到桌面上 那裡面的話呢就會有102到410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PPD的WARD 所以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會有這些項目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什麼商業發展學程 特別注意 他其實就是這邊 這個東西是什麼出來的這個是一個TAB鍵 所以呢待會可能會有個變化題 請各位一樣只是把內容改一下 比如說你不要叫商業發展學程 你可以叫做文學發展學程 或者是說叫什麼其他名字 反正你就自己再弄一套東西 題目換一下 然後呢做個變化題 那一樣呢 需要 把資料輸入到哪裡 輸入到 這個記事本裡面 特別注意 輸入方式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 這個 不用TAB 這邊的話要TAB TAB的話就TAB鍵 每一個每一個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呢 匯整到 PowerPoint裡面呢 首先第一個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是完成的 完成的話就是類似長這樣的 商業發展學程 簡報人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 簡報人這個自己填上去 那底下的話呢就是 他分別就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 底下這個 把 這個是標題 底下的資料放進來 第二個標題 以此類推 他可以快速的把這些資料 顯示出來 並且呢他可以做什麼旋轉 點一下 他是每兩秒鐘 旋轉一次 有點像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動 他會自動呢 去幫你去播放那個影片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完成呢 首先 第一個 我們先開 打開PowerPoint 然後呢新增一個空白的 因為呢我們現在 我們的資料是在外部 所以 先開啟一個空白的那個 PPT 那第二個的話呢 他題目裡面就要我們做什麼 利用從大綱插入投影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的話 特別注意喔 功能在哪裡 當然你習慣可能用開啟舊檔 我開啟舊檔好像可以喔 不過我印象中 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 新增投影片 請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那個功能出現呢 新增投影片有沒有 常用裡面的新增投影片 這邊有個什麼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其實他主要就是 考你對於那個 PowerPoint裡面的功能 熟不熟悉 所以呢你 假設第一個動作 你做對的話 後面就比較簡單 所以 點他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他會跟你要 這一類型的檔案 包含就是什麼 TST 有沒有 跟 RTF DOC 等等的這些 那這些的話其實我們第一個 我們是文字檔 所以是TST 那我就告訴他說 我的檔案呢 是放在桌面上 裡面的話有一個什麼 這個PPT的那個證照題目 102 然後呢我就給他這個檔 然後開啟插入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他會出現什麼 他會出現 無法開啟 是不是這個已經開過了 把它關起來好了 把它不要儲存 無法開啟 理論上應該他是直接把 把它加進來才對啊 他說似乎不是 一個遊戲 投影片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裡啦 這個功能只是說這個功能喔 為什麼今天壞掉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然後按照這個題目部分喔 稍微看一下就是說有其他第一個進來之後 第二個第三個 那如果那個方法不OK的話 其實或者你可以在 有沒有從大綱插 或者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把 這個 這個問題給解決 他不能匯入沒關係啦 那你如果用2010的版本是OK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複製 把這個 就是 純文字檔有沒有 把它 另外貼到Word裡面 我發現就OK的 如果你這個方法不OK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開啟那個Word 因為Word 2016 因為這個版本太新了 空白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並且把它做儲存 那儲存檔案的話 你就把它存在哪裡了 存在那個 我們桌面上面 一樣那個 就是PowerPoint 20 這個裡面 名稱的話呢 也許就是叫什麼 PPD Word 記得把它改成 就是 點Doc好了 那這個格式 這樣子的話呢 存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不要儲存 利用一樣的方式 我們來開一個新的那個 就是新增一個空白的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插入這個 重大綱的話 那你會發現 用這個不OK 那你就改這個Word 然後把它插入 你會發現資料就OK了 那第一步我們就完成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幫我把那個相關的資料 分別就放到那個 這個 這個 PowerPoint裡面來 但是會有一個悲劇 就是他匯入來 匯進來的東西 居然是像這種分割的符號 那分割的話 所以 這邊的話 新舊版本實在差異太大 因為剛好這學期 學校 直接升級成最新的版本 之前都還2010 所以 這個方式 如果我說不OK的話 好吧 我看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所以記得 先把剛剛的檔案 先令存 成什麼 unicode 關鍵在這裡 其他就OK 再來就再做一遍 這個部分呢 就完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所以你不需要複製貼 那剛剛有同學說 是不是要複製貼 但你慢慢複製貼 OK 很浪費時間 所以第一步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去做其他動作 包含就是說 將所有投影片 套用這個 布景主題 所以布景 布景主題 布景主題在哪裡呢 設計裡面 請各位找到 這邊有一個波形 不過 因為版本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你有可能會找不到 那個他講的這種波形 所以我看一下 裡面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找一個比較接近的 因為這個 題目主要是針對那個 PowerPoint的 2010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改 考試的話 你就針對那個考試題 那如果裡面沒有那個波形 我們先選這個好了 比如說也是接近的 他叫切割線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效果給套用上去 你會發現他很快就把這個效果給套用上去了 接下來的話呢 把所有的字型改為標開題 那當然如果你要改字型的話有幾個方法 點選他之後常用裡面 這邊可以改他的字型 他預設是微軟正黑體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假如你一個一個投影片慢慢去修改標開題的話 那你可能要修改很多個投影片 所以我們 記得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記得把它全選 做那個 整個 整個投影片的全選之後再來改會比較快 請各位先試一下 也許先把那個剛剛我講的部分 先把它另存一下 這邊特別注意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這一題做完之後 再做變化題 那裡面的話 就是把內容改一下 然後呢把那個 相關的格式改一下 就是跟原來的不一樣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應該已經把這個剛剛第1個是另存新檔 記得這邊有一個編碼方式的變更 所以未來如果你遇到那種亂碼 比如說賄賂來進來 沒辦法賄賂 或者是會進來是亂碼的話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你的編碼方式 因為現在編碼方式 實在是 比較稍微混亂一點 那基本上 其他像Google 應該都已經用 unicode了 不過他用的unicode 大部分是用這個 UTF8 那只有微軟還在堅持用這個 所以如果舊版的話 你會發現他是 ANSI 那新版的話 他也不跟人家用 UTF8 他用unicode 我發現微軟 只有微軟就比較 特例讀群一點 因為他跟其他家的那個技術好像都不相同 所以容易造成那個 如果你用的是那個Windows 或Office 就很容易出現亂碼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儲存成unicode就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他說要做什麼事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按部就班 他說把第四個投影片 調整到 最後一個 所以呢把第四個 1234 這個 就是什麼呢 教學目標 移到最後一個 怎麼移呢 按住不要放拖拉碼 他就可以移到最後面一個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把那個布景主題改一下 我們剛剛改 那因為這邊裡面 應該好像找不到那個什麼 再跟那個20 10一樣的這種效果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接近的好了 就切割線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部分的話 我們按部就班 就是 所有的字都改成標改體 如果你所有的字都要改的話 那理論上 第一張投影片請各位自行把它改成那個商業 發展學程 然後簡報人的話 簡報人你就打你自己好了 某某某自己打一下 OK 你這個 就打上你的名字 你不要也跟我一樣打叉叉叉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從第一個投影片 總共這邊有七個 一到七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把 所有的文字改成標開題 那所有文字怎麼樣改標開題 如果你不知道的同學 以前就傻傻的怎麼樣 就是這邊一個慢慢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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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七張你就只改可能要改 而且七張裡面又有標 那個 標題跟副標題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 第一個切到檢視 第二個切到大綱模式 不要用標準模式 不過 在2010 其實比較方便是 2010這邊就可以切了 但是 2016呢 必須要切到這邊才能切 所以這個版本上有點差異 不過也不影響 反正就知道功能在哪裡就可以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把它全選 那怎麼全選 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是按快速鍵 全選的快速鍵是什麼 Ctrl A 有沒有 Ctrl加A 就是全選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選取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哪一個的話 你可以切到常用裡面有個選取 裡面也有個全選 有沒有 全選嘛 按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 不過 當然你要跳到 常用裡面的 選取裡面的全選 感覺好像會多了三個步驟 倒不如你就記什麼 Ctrl加A 就是全選 OK 那全選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字型 全部變成什麼呢 那個 標凱體 所以你往下找一下 這邊有個標凱體 應該在最下面這個 點它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全部應該都會變成標凱體了 OK有沒有 它本來預設是微軟正黑體 那現在的話呢 就變成標凱體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那個標凱體的設定 應該沒問題 1 2的話自己找一個 不一定波形 那再來的話 第4 第4的話就是 他說設定 那個投影片 1 顯示的格式 它有分成標題 跟那個什麼 標題的文字框 還有副標題 特別注意你要看懂它的敘述 尤其上那個證照考試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主要是 以證照考試 的題目來做練習 如果你將來真的是考試的話 一定要 按照它要的去做 才會有分數 否則就沒有分數 第一個 標題文字 在哪裡呢 接下來我們切到第1頁 所以第1頁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請各位再切回去 檢視裡面的 標準 剛剛是大綱 請你把它切回來 否則你沒有辦法點到第1張投影片 點到第1張 那它的那個什麼呢 標題就是上面這個 所以特別注意你選的時候記得不要游標放裡面 如果要整個做格式設定的話請你一定要點框框 點框框跟點裡面不一樣喔 OK一定要點 這個外面的框框 這個是 我們的標題文字 那標題 副標題文字就下面這個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 點它一下 那把那個什麼呢 效果做一下 裡面包含什麼字 72大小 陰影 文字字中 然後對齊文字字中 字要加寬 10pt 所以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點這邊 然後呢 常用 你想說 相關的功能在這裡 不過有些功能好像找不到 像加寬 這邊有沒有加寬 字元節好像有 這邊有加寬 所以呢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要完整的那個 字型功能 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個在 Wooland Office裡面 他會把一些不常用的功能 隱藏在 這個機關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 所有的功能都叫出來的話 那你記得要點這邊一下 點一下 他就跳出來了 那這邊就有字元兼具 也有那個你要自行的相關設定 有一些可能上面沒有了 包含什麼上標下標 這些比較少用的功能 也會全部跳出來 那請各位 待會試著把這邊先試做看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1到3的設定 那尤其是那個全部 變標台體 記得先用檢視裡面 切到大綱模式 再按下Ctrl A 或者你要常用裡面的選取 裡面的全選 也可以找得到那個全選功能 先去做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選手 跟他們說 我們先去做 我們來 其實 我們來 保存 我們來 我們來